今天是全民共同欢庆徒邀节的日子 我国大家长拿都斯里安华 希望徒邀节的精神能够得到贯彻 以推动马来西亚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景 进而朝良善公正和更加光明的未来前进 首相安华今天出席数码部举办的 徒邀节门户开放活动时表示 徒邀节的精神是点亮光明之灯 驱散黑暗 国人有必要了解这个节日的历史和重要意义 它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慈和盛宴 与此同时 参与聚餐活动的团结政府领袖形容 这次庆祝活动反映了 我国多元种族宗教的和谐与团结精神 这次庆祝活动反映了 安华说 图腰结的精神给予我们空间 让新都教社群和其他伙伴 把马来西亚带往光明的方向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